Hi,大家好,我是May 在疫情当中,大家被逼要待在家里 如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疫情中 被逼出来成功的电商生意 那就是中国的京东JD.com 在2003年,费典成就了中国的电商行业 如今2020年,新冠将让马来西亚的电商崛起 那时候,京东还是卖着IT产品线下的零售 不敌费典,多媒体的零售柜台全部都倒闭 公司仅有三个月的流动现金,否则将面临倒闭 这时,有人提出创造性的建议 顾客不能见面,那能不能透过互联网成交呢? 于是,员工们开始在网上推广 逐渐打开了电子市场 17年后的今天,京东再也受不到这个冲伤 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 很多事情都必须依赖电商 而当年的费典,逼出来的电商救了当时的京东 也救了现在的京东 当年的疫情成就了 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电子商场 而这次的疫情,你们会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的行业 随意而去呢?还是选择学习进步 思考改变转危为机呢? 就如4年前我加入库库,也是被他的这个电子 商务系统吸引 从成交,顾客安装到售后服务 几乎呢,都不需用上一个纸张 我们销售人员也只需要透过电子产品 网上成交 所有的系统都由公司来承担 如果你还在寻寻觅觅的找出电子商务 欢迎大家在以下留言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联系 传达你更加多的信息 好,谢谢大家